好 大家好 焦点视频 文敬山铁板玄机的时间 在荧光幕见到我们的文敬山师傅 大家好 师傅 我们现在已经是2019年的年底 望着2020年 其实坊间或者本身我们的YouTube频道 都希望尽量给多些来年的资讯给我们的观众 让他们理解一下夏年是怎样 组着先机 组着防备 这个话题我想每年都一定要讲 因为通性每年都不同 这个图 师傅 我想先请教 在几年前我看过一个大台 他就请了一些大师傅 他就说春牛图是很厉害很神奇的一件事 可以了解世界大事未来那一年是怎样 马尸马虎 风球 竞差 游戏都还可以 其实究竟春牛图又是否这样去理解呢 这样说吧 其实春牛图在每本通性里面的第一版纸 都会看到出来的 每本通性都会一样的了 未来2020年就是庚子年的春牛图 其实春牛图不是用来预测任何世界大事用的 这幅图主要是以前古时 是给一些叫做农民 或者低下阶层的人士 去看回当年 究竟是什么天干什么地支 什么年份 以及它的雨水量是怎样的 因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前农民是看天做人 那天下不下雨 下多少雨 会不会太多雨来说 对他们那一年的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春牛图 去显示当年的降雨量 天气是怎样的 我告诉他们 未来那一年的预算是收成为怎样的 而刚刚你说过了吗 其他师傅说预测世界大事 究竟是否这一回事呢 其实这就不是牵涉复图画了 而是下面一个叫地母经 或者地母药的签文 因为下面还有几句签文 跟着在下面出现的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些签文 去看回当年的事情 尤其是一件顺利 不顺利 或者怎样都会看得出来 而2020年 我们透过地母经 就会参考到少少的趋势出来 当中有几句我都可以尝试地提出来 詳情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 我都不读出来 我读一读一些重要的事情 有一句的 人民多步卒 春夏水染流 秋冬多饥渴 高田游得平 首先第一句人民多步卒 其实我认为这句话大家都很浅浅意见 可能不需要通声说,不需要春楼图说 大家都知道近期社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预期到2020年这件事 在人民上的民生关系,人民的声音 都会继续发声出来的 所以最快2020年都未那么快 会有一个减变声,或者是减变声音的迹象出现 其次,春夏水染流 在春天、夏天的时候,理论上水是得利得适 因为未来是庚子年,金去生水,水会得适 所以春天、夏天的情况会好一点 而去到秋天和冬天,秋冬多饥寒 所以你预料到秋天和冬天的时候 无论是雨水量都会差一点 甚至乎经济上,民生上都会比较萧条一点 给人一种冷感的感觉 而最后一个是高田游得平 高田游得平的意思是理解为 你做多少都好,付出多少都好 到最后,年底的时候 都会只剩下半成的收获 付出得多,只有做字白做的意思 叫做得餐饭,喝一口水等等 所以预算2020年的收获是没有预期中这么多 这么丰厚的 是 OK,那师傅 其实刚才你提到一些未来地方的情况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会找一集特别再请教你 不过我先想请教,既然讲到通晨 刚才提及到春牛图 还有另外一个图,我都知道通晨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这个吉凶方位 是,其实揭后一版 大家都看到这个叫吉凶方位的图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飞升图 这个是九宫飞升的 其实每年都会变的了 去到2020年,我们叫做七星入中的 所以在七星入中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整个九个方位的星都会变化出现 有变化不同的出现 所以未来的情况下,2020年 我们会叫财星 财星我们会叫做两个财位 一个就是西北面,我们叫正财位 一个就是东南面 我们就叫做一个偏财,或者叫逆马星的财位 所以这两个财位在2020年比较当旺的 而两个比较差点的位置 就可能经常听到五黄位 五黄位就会在2020年去到正东面 还有一个叫病位,就去到正南面 所以正东和正南来说 在2020年是一个比较差的位置 加上2020年的杀位,我们叫三杀位 也刚好在正南面 所以在南面的情况下 最好我们叫做不要动 或者外面不要有杀 不要有任何动土的迹象发生 大师傅,刚才你提及到 关于财位 你知道女士其实都希望有一段好的恩怨 那桃花位又是怎样处理呢? 桃花位在2020年 都有两个桃花位置 可以适合女士去参考一下 一个就是在东北面 东北面我们叫做一百贪狼星进入了 所以在东北方位 也有你的桃花,甚至是女士 男士都需要桃花的 所以在男女方面 都可以考虑在东北里发展一下 或者看看有没有一些关系 異性 或者在东北面 可能会有机会在今年发展一同做情侣 另外一个位置就是正西面 正西面是2020年的桃花位置 所以这两个方位也是有女桃花的 有好的前财 有好的恩怨 或者人缘 都要有健康才能享受到的 那健康又怎样看呢? 师傅 其实健康刚刚都说过了 因为我们脱以黑巨门星 就飞到南边,正南面 所以正南面可能叫开门的人 或者正南面在窗户 看出去可能会有些地盘 冻土的情况下都会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正南面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尽量在外面 尽量尽量尽到窗户 下了窗户 见不到外面有冻土 或者煞气的迹象 会是好一点点 当然如果有能力的话 在正南面最好 不要见到任何冻胀的事情 OK 师傅 最后一条问题 有小朋友的 就肯定想他读书好 读书又怎样处理呢? 读书今年的立文昌星 就落到西南面 我们四六文昌 就落到西南方向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可能建议桌头 甚至乎房间是看着西南面的话 尽量开多一点窗 或者开多一点门 让通爽一点 当然要视乎小朋友的名格 可能会放到一些叫文昌的饰物 去坐望一下小朋友的读书 成绩上的进步 OK 那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或者我们再请教文庆山师傅 就是关于一些其他 都是我们展望下一年的 吉凶方位的问题 OK 好 下集见 多谢师傅 拜拜